感覺好像很刺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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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身為一個高雄人 如果今天你要來高雄玩的話 那我就推薦你一個延城區 可以來延城區這邊 因為延城區這邊有 多餓 那如果你要一整天的行程的話 今天我就來帶你玩 又有美食 還有一個旅遊景點 如果我今天 一睡了 太早起床的話 可以考慮第一站來的是 柴山 好 爬玩柴山 看完猴子 就可以去好好的吃個午飯 那我們就先從第一站吧 出發 Go 我帶大家來吃高雄的一間美食 帶大家來吃高雄的一間美食 延城區 那來這邊你會先看到一個很大的地標 就是它的有一個巴掌 基本上只要我有朋友來高雄玩 我一定會帶大家來吃這間 目前為止 來吃過這一間的人 都沒有說過它 都沒有說過它不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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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來到的是高雄的柏爾 感覺好像很刺激 感覺好像很刺激 天氣 還是有一個很無事 都沒有說過它 我都沒有說過它 就不會說過它 就是大量的那種 那我們就可以去吃一點小點心了 那麼往下一站出發 GO 今天最後的行程呢 晚餐就可以來吃我們的東本王 今天要推薦的最後一個景點就是高雄的中列池 這邊呢就是很推薦來看夜景 所以這邊就是可以從這個樓梯爬上來之後 然後看下去 這邊就會看到整個高雄港 以上就是今天介紹給你的高雄情侶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